來看這說話說到 台高山大清水冰冰空 今年讓這酒頭說一個打擊 都在進行典型的工程 最近有人要做離奇的時間 10日會開始來進行 連續十五天的交通關節 大清水冰空今年以外 叫大量的土酒最打擊 經過港部大金圓透明修理 雖然已經回合通車 不過現場冰冰空 港鐵的價格要不完成 所以有時候也有酒頭 會打下來 也沒有那些巨大的落實發生 所以說我們第一階段的那些 鋼膨架已經有效的保護措施 那我們目前是做的 現在就是第二階段的一個 鋼構密水道的一個強修工作 為了要讓大清水冰空 冰淨完成更貴的價格 光榮總共20人一直到30 會做時間的關節 離訪的時間 每天再去9點到8分4點 每一點前放行一次 提起過了人來注意 是在大清水管制站 那南端的管制點在會的水道的北口 那麼白天呢 我們是辦理一些小梁柱 一些的吊裝施工 那麼在夜間 我們會辦理一些大梁的一些吊裝作業 南俄幹部担公調說 報名要做調拐的工作比較困難 所以晚上八點到早上四點 每兩點前開放一次 那如果早上四點到再去9點 然後會補四點到晚上八點 比較好困難 因為沒有時間會預期開放 按照今年10月台進展完工 接下來 中學報道 我們會不會用來cool了 我們會用來填裝作業 谢谢大家